有一次跟初中的同学聚会,酒过三旬之后,大家都有点兴奋,便开始回忆当年的青葱岁月,当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,借着酒意都倒了出来,原来那个在背后天天拿圆竹比出女人, 不一定是讨厌你,而是喜欢你,几个少女不怀春,女孩的爱情不是从初恋开始的,而是暗恋开始的,既为暗恋,就是说一个人把喜欢藏在了心里,独自品尝,独想念,那么,如果一个人暗恋你,都会有什么表现呢? 一,总是找机会跟你偶遇或是转角的遇见,或是在你回家的路上默默地跟着你,一抬头,一眼就可以把对方撞进眼里,二,总是跟你聊未来天下没有不散之喜,没有名分的喜欢说不定哪一天两个人就再也不见了, 所以,每当要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,暗恋你的人就会打听你的将来,想知道自己在哪里等你,才能够再次遇见 三,送你一些值得纪念的礼物,有个人男生喜欢一个女生,不知道女生对自己的态度,他以为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对方,他一定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心意,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,例如他喜欢运动,把比赛得到的奖牌送给你,这就是珍贵的东西,仅此一份,再无其他 四,看到你跟别的异性走得近,会疏远你暗恋一个人,看到喜欢的人跟别的异性亲密,不是应该表现得生气吗?不,相反,他会用疏远来表达自己的不高兴,如果能够表现出征,那么,那句,我喜欢你,就不会那么难说出口了,现在想想,有多少情愫就败在了你不说,我也不敢问上面,喜欢一个人如果不想错过,那么就再勇敢一点点, 错过了,真的就是一辈子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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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